我是赵博 今天又收到一个网友寄来的一个格力空调的板子 全是16 下面带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好了 那就是这个板子了 现在我们插电看一下 插电 寄电器有跳升 那说明这个整流桥IGP部分 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检测看一下吧 好了 那这个灯它现在是闪了 闪了 但是这个它会显示16 16就是内外集通性故障嘛 那我们就测量一下 测量一下这个管子 它有没有电压跳变 好了 这个管子的 它有电压跳变 然后我们再 看一下这个管子 看它有没有电压跳变 这个还是有电压跳变的 这个就容易了 这个地方就没有多少颗元器件了 那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排查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个的问题吧 那刚才我们测量呢 这个管子 这个 这个 管子 它有电压跳变 然后这 这边这个管子 有 也有 电压跳变 那说明它CPU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在哪里呢 要么就是光偶问题 要么就是这个 这个 这边的电压有问题 那我经过测量呢 发现在光偶这边 有一个2135这个地方 这个电阻是有问题的 这个电阻是经常有问题的 但是把这个电阻拆掉 它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 它出现的盖力还是比较 比较多的 它有问题的盖力就比较多的 在线测量的话 你是测不出来 那我们现在不装这个盖电阻了 然后我们直接测试看一下吧 那好了 它现在已经启动了 然后这边 它也显示正常了 然后压缩机也启动了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板子的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 就是这颗电阻 就是这颗电阻了 这个2.2K的电阻了 嗯 这颗电阻 它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 这颗电阻经常有漏电的现象 然后把它给拆出 它就好了 但是 为了不 为了它更加稳定 建议还是把这个2.2K的电阻 重新换上一颗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个2.2K的电阻 重新给它换上吧 好呢 那么现在就可以了 这 这个电阻呢 我已经给它换上新的了 然后这个压缩机也 可以正常启动了 那 说明这个板子 它坏的地方就是 那颗电阻了 2.2K的电阻 然后没有别的 现在已经正常了 好了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好